海關區域巡邏船在10月14日晚間 在本港東面水域截查一艘正在準備往大陸水域方向駛去的內河船 船上有24個布青還有600噸聚餅溪膠粒的貨櫃 由於大陸本身大量生產膠料引起海關懷疑 經查驗後海關人員在貨櫃內發現一些懷疑走私的貨物 包括貴價食材、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名牌手袋、化妝品 受管制憑危物種包括魚刺等 價值市值共12億元 海關人員並拘捕一名39歲的女子及一名56歲的男子 案件仍在調查 兩名被捕人士現證保釋後查 不排除有更多人會被捕 海關在截查行動中拘捕了一男一女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 特別調查科監督鄭德希表示 由於疫情因素 大陸旅客無法來港 加上冬至及中國新年章至 因而對相關物品有大量需求 亦因為大陸對名牌貨徵收高額稅款 亦令不法分子走私大批貨品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 高級監督李艷平表示 海關在今年至今破獲的海關走私貨 價值近21億 較去年同期上升兩倍 由於早前海關關長何佩山形容 打擊走私澳洲龍蝦 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工作 現場記者追問 本案是否與國家安全有關 李艷平表示 只要是走私貨品 不論它的來源地和目的地 海關都會大力打擊